第三回 上次我说到小梅接受到黄慕貞家人参拜之后, 这样才安排扮你丧事。 他一族会上来, 各样东西都整整有条。 小梅经常照料内外家庭, 就算是黄慕貞想做什么都好, 也必须先经过他同意才行。 他们两人尽管一天见几次面, 这两个人并没有说上一句诗话。 等到殡葬完事了, 黄慕貞想履行妻子的遗诅, 就又不敢当面对他说出来? 于是就叫自己的妾子稍微向他透露意思了。 小梅就说了, 太太对我诚恳的触托, 实在不能推辞的, 但是夫妻带礼不能草草行事, 连伯皇先生做过大官, 品德又为人敬重, 如果能够将他请来主婚的话, 这样我就一切听命了。 当时移水的黄泰墓, 移水呢? 沿出于山东省至江苏省入海, 那这个黄泰墓已经退职闲居在家里了。 他是黄慕貞父亲的朋友, 和黄家经常都有来往, 于是黄慕貞就亲自前去, 将实情对黄泰墓说了出来, 黄泰墓就觉得很奇怪, 就跟着黄慕貞来啦。 来到黄家, 小梅立刻出来拜见, 黄泰墓一看就以为是天女下凡, 再三谦持, 就不敢承受她的礼拜, 黄泰墓送了一份很厚的置办价装的礼物, 让他们拜过堂后才走, 小梅就回责枕头啊, 鞋物之类的物品给黄泰墓, 就好像孝敬公婆一样啊, 从此之后, 两家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结婚之后, 黄慕貞就以为小梅是神, 就算在亲近的时候, 还是十分虔诚的, 并且还尝试追问菩萨的生活起居的事。 小梅就笑着话了嘛, 你真是太呆了, 哪里会有真正的菩萨 肯跑到下凡间来嫁给陈世的人呢? 但是尽管黄慕貞 竟然厉力追问她是从哪里地方来的? 小梅就说, 唉, 用不着打烂沙盘闻道督啊, 既然因为我是神佛乐, 那你就早晚供奉主, 自然就会消灾解烂的了, 小梅对待佣人一向都很欢厚的, 总是先笑后讲话, 但是当那些丫头开玩笑的时候, 就算是远远地见到她, 都会直客收声, 小梅笑着对她们说, 难道你们还以为我是菩萨? 我哪里是什么菩萨的, 告诉你们啊, 我实在是太太的表妹来的, 我们从小就好好的了, 我表姐患病的时候, 想跟我见一面, 就托南庄的王大娘将我叫到你, 就是因为日日接近姐夫, 男女之间避忌嫌疑的嘛, 所以才假托是菩萨, 将我运在内室里头, 咕咙完虚这样而已, 那些丫鬟她们听了之后, 依然不是太相信, 但是她们日日服侍在她的身边, 见到她的举动, 跟平常的人没什么不同, 那流言呢, 就慢慢平息下来了, 不过, 就算是最恶作剧的老婆, 和最蠢顿的丫头都好, 只要小梅说一句话, 没有谁敢不听她的, 都说, 自己也不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是怕她, 但是一见到她的样子, 她心自然就远了下来, 所以就不忍心违背她的说话, 违背她的意思的了, 这样一来, 家母事就白费俱卿, 几年之内, 有田有地, 仓库里头已经是万石全粮, 又过了几年, 慕貞的妾氏就生了个女儿, 小梅就生了个儿子, 那儿子生下来, 在右臂上哪里有颗红枝的, 于是就跟她起了个名字, 叫做小红, 到了满月那天, 小梅叫黄慕貞, 准备好丰盛的酒席, 请黄泊前来, 黄泊伯送的贺礼很厚, 但是说因为她年纪老了, 不方便出远门那样, 小梅一听, 即是打发两个老洗马, 强行请她过来, 结果黄泊伯才来到, 来到了之后, 小梅抱着她儿子走出来, 露出小孩子又给, 表示取名的义尸, 再三问黄泊伯这个小孩子的吉凶, 黄泊伯就笑着说, 哈哈哈哈, 这颗字是喜红, 可以加上一个字叫做喜红了, 小梅听完不知多高兴, 又正中地向黄泊伯拜词, 那天吹吹打打, 锣鼓声音响得足足整天那么多, 亲朋之友前来道喜的, 也不计其数, 黄泊伯留住了三天才走, 有人忽然门外边来到车马, 说要迎接小梅回外家去看看, 他来了黄家十多年, 从来都没见过说有亲戚上过门,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不免纷纷议论开来, 小梅就装着没有听见, 打扮完不知后, 他抱着个儿子要黄毛泉送他一程, 黄毛泉答应了, 傅梯走了二三十里, 路上就越来越静, 静到连行人都没有了, 于是小梅就吩咐停车, 叫丈夫落马, 就洗开了那些薄草红, 这样才叫华, 黄浪, 我们聚会的时间短, 而离别的时间会很长, 你说是不是一件可悲的事呢? 黄毛泉很害怕, 他就问了, 梁子到底怎么回事呢? 小梅就说了,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呢? 黄毛泉就说了, 不知道啊, 你在江南救过一个犯了死罪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事呢? 哦, 有, 有这样的事, 在路上哭的那个, 就是我的娘亲, 她感激你的意气, 种种设法来报答你, 这么巧王夫人就信法的, 所以, 她就装成菩萨跟你夫人梦中相见, 实际是安华将我嫁给你的, 如今有幸生了这个儿子, 了解了我的心愿了, 我看你不久恶运就要到来, 个儿子养在家里恐怕不能成人, 所以借口回外家, 将我儿子带走, 免得他遭难, 你记住啊, 当家里有人死的时候, 你就在朝早鸡叫的第一声, 马上跑去西河边, 扭堤那里, 当你看到一个拿着葵花灯的人路过的时候, 你要在路上拦住他, 苦苦的哀求他, 就可以帮你解除灾难的了, 王母精就说了, 嗯, 我记住了, 梁子, 你什么时候才回来啊? 那就说不了了, 但是只要你牢牢地记住我的说话, 我们再见的日子大概不会很远的, 分别的时候, 两人握住手, 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然后小梅上到车, 好像风一样飞快鸡去, 黄母精直到见不到他妻子的影子, 那才翻转头回家, 一个而已, 就是六七年那么长, 小梅的消息一点都没有, 忽然间, 四乡流行瘟疫死了很多人, 黄家的一个丫头病了, 三天就死了, 黄母精忽然想起了从前小梅, 临婚酒的时候祝福他的说话, 他心都很急, 这日他跟客人喝酒, 因为喝大了一点就睡着觉了, 等他一觉醒来听到鸡饺, 联盟起身跑到西河边的楼梯上面, 他见到灯光斩下斩下, 刚刚走过, 他三步夹两步就追上去了, 只隔一百步上下左右, 但是越追就越远, 慢慢就看不见, 没办法了, 早上随便送他就回家了, 那过了没几天, 黄母精就突然染上了病, 没多久就病死了, 黄母精死了之后, 黄家的族人有很多无賴, 欺负孤儿寡妇, 见母精已经死了, 刚然他夺取他家的庄稼树木, 不用多久, 他家到一天一日就衰落起来, 过了一年, 黄母精妾氏所生的那个宝儿, 都未到成年就死了, 家中失去的主人, 捉人就更加发毛了, 越发漫漫, 抢走到那些田产, 棚里面的牛马也被牵走了, 他们又想挂分那些房屋, 因为黄母精的小老婆她在家里, 有些外手外脚, 于是就找到几个人来, 硬硬将她卖了, 他不舍得那小女, 母女抱头痛哭, 淒淡的场面, 感到那四周围的人都流下了眼泪, 正在危急的时候, 忽然间有顶脚, 一一一抬到你门口, 大家迎上去一看, 见是小梅, 见小梅已经拉着个儿子, 从顶脚到走出来, 小梅落到脚向四周围望, 远子里头乱合合, 逼满了人, 就问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黄母精的小老婆一边哭, 一边把事情的经过都说出来, 小梅一听, 就脸色大变了, 就吩咐跟着来的博弈山实栋大门, 用锁锁好她, 那些无乃想抗拒, 但是动都还没动, 两只手就好像弹了一样了, 小梅命令将他们压着那个扎底上来, 绑在狼鼠上面, 一天只被三三气粥他们死, 一边打发老婆人, 急于去黄塔婆家报信, 报纸完了, 小梅就走到后堂猛地哭, 哭完之后, 就对黄母精的小老婆说, 这个是天素, 本来预订上个月回来的, 因为母亲有病, 才担搁下来, 迟到今天才到, 唉, 没想到一眨眼间, 好好的家庭, 已经变得不成仰致了, 他又问起去日的丫头老洗马, 才知道早已经被族人抢走了, 他就越发更加伤心, 过了一日, 那些丫头说那些老洗马, 听说主人回来, 全部都自己逃分回来, 主伯相见, 没谁不流出眼泪, 被绑在柱上边的族人, 一起大声大哭, 说他们带回来的小孩, 不是黄母精的骨肉, 小梅也不跟他们分辨, 没多久, 黄太伯就来了, 小梅带着小孩出去迎接, 黄太伯握着小孩的右臂, 略高三就一看, 晴晴楚楚, 逆逆逆逆逆逆逆, 见到右臂上那颗红枝, 于是黄太伯就指给众人看, 证明不是冒充的了, 这个小孩就是黄母精的亲生子喜红了, 黄太伯又仔细查点失去了的物件和生存, 登记帐网, 然后就亲自走到阮衙门去申诉, 原官大老爷一调查, 结果抓了那些无乃去, 每人足足打到四十大板, 上到枷锁, 很严厉地向他们追索那些不见了的装物, 不到几日功夫而已, 田地牛马通通归回原主了, 那黄太伯的事情已经搞定了, 就准备回家了, 怎么知道小梅拉着个儿子, 哭着下拜话, 我不是陈细的人, 叔叔是知道的, 而这个小孩就托给叔父照管了, 黄太伯就说了, 照老夫一释尚存, 就一定为他作主啊, 黄太伯走到之后, 小梅将家务盆查了一堂, 就将我儿子交了给小老婆, 就预备了一些酒菜, 去到她丈夫的坟头里拜祭一番, 家里的人, 见他去了半天这么久, 都还没见他回来, 直到派人前去看找他啦, 怎么知道去到那里一看, 知见坟前还摆着杯盘祭品之类的东西, 但是, 还哪里见到小梅的钟影呢? 小梅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啦, 下面继续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叫做黄城, 也是一个相当离奇古怪的故事来的, 大家听下去就知道的啦, 话说黄城是平原院的一个世家伺席, 因为这个人生性很懒惰, 所以家警一日一日这样衰落落去, 田铲啊, 全部都卖光了, 只是剩下几个烂屋仔, 跟他老婆都合起来搁一张棉皮的, 窮到夫妻之间经常在那里喊煞, 真是痛苦不堪, 警方可以说倒霉到极了, 有一年, 正说上三伏天气, 也都没办法睡觉的, 村里头本来有一座是周家花园的, 长门房屋都倒霉了, 只是剩下一座挺仔, 村里头的人都去那里头量睡觉寄宿的, 黄城这日夜去了, 天一亮而已, 睡觉的人都走了, 至黄城睡到日上三光才醒来, 慢吞吞吞地想说返家了, 忽然间, 他见到草里头有一条金采, 觉得很奇怪, 黄城执起来一看, 见金采上面刻着四个字, 宜宾府祖, 黄城的祖父原本是行府宜宾, 家里头有几件贵重的用具上边, 都提有这种款式, 字织也差不多, 所以黄城拿着一条金采, 不由得仔细地端长剁磨上来,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间, 有一个老太太来找金采, 真是这么巧的, 不过这样, 黄城虽然是琴, 知道这个人圣情好值, 从来都不贪心的, 他即刻就将那条金采拿出来, 交回给这个老太太, 老太太好欢你, 猛地称赞她的品质就说, 一条金采值几个钱呢, 不过, 这个是我丈夫遗留下来的纪念物, 黄城听到, 好吃惊地说, 黄间之是我的祖父, 你怎么会碰到他呢? 老太太也很惊讶地说, 你就是黄间之的孙子呀, 告诉你, 我是狐仙来的, 在百年之前, 曾经跟你祖父相好, 你祖父死了之后, 我就隐居了, 刚才从这里走过失落了金采, 这么巧落在你的手中, 那真是天意了, 黄城也曾经听说过, 祖父有过狐妻的事, 现在想起你上来, 相信她的说话是真的了, 于是就邀请她去家看看, 老太太答应了之后, 就跟着她走了, 来到家里, 黄城叫过妻子出来相见, 只见她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 缝头散发, 面磨基室, 老太太一看, 唉, 叹到一口气就说, 黄间之的孙, 竟然窮到这么的地步, 她又见过皱屈到没烟, 好像很久都未曾透过火煮饭那样, 老太太就说, 我家里苦成这样的样子, 你们怎么生活啊, 于是黄城的老婆就将贫苦的情况, 长重细细说了一趟出来, 一边说就一边哭, 老太太听完, 就将那条金妻交给黄城的妻子, 叫她暂时将金妻当了去买米, 约定好说三日之后再来得共, 黄城又挽留她, 直到老太太就说, 唉, 住什么鬼的家, 你连一个老婆都让不起啊, 我留在这里, 不是眼光光看着屋顶叹气, 那有什么好处可以的, 说完, 老太太就等等声离开了, 是的, 老太太来了之后, 黄城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我就明天再说, 我留在你全新的生活里, 老太太太太, 我留在你全新的生活里, 我留在一个一个人中心里, 感谢观看